在蘭嶼的朗島部落 有一群搭橋者 正在搭建 现代与祖先之间的桥梁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从旧部落 迁徙到现在的朗岛部落的位置 这个过程和位置 又有什么关联 部落里面有好几个家族 每个家族的迁徙史都不见得相同 透过青年回家调查家族的迁徙史 希望能够建构出家族谱系的脉络 还有拿回部落历史的诠释 并转化这些历史与人文 透过走读的模式 让朗岛国小孩子 以及部落的年轻人 可以更理解自己的部落的迁徙史 那么这是一个系列的行动 从青年到孩子 从部落到学校 大家齐心将这件事情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來在民國六十幾年出生的孩子 因為他們很小就被送到台灣 或者是直接住校了 所以他們其實失去了很多 跟父母相處的機會 那生活型態有巨大的改變之後 就會有很多的東西就斷層了這樣 我們在做地警證明的案子的時候 現在的村長是吧 他是發起人 在廊島部落你可以看到路上沿途 都有很多大石頭去標記說 這個地名是什麼這樣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其實有問到就是部落是怎麼發展的 他當時就講到西亞瀾瀾瀾道路家族 怎麼進到伊安瀾瀾部落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 原來部落裡面是有那麼多家族 可是每一個家族遷徙的歷史 好像都不見得相同 或許我們可以有一個機會吧 把這樣的東西整理出來 然後讓孩子更清楚 去有積可尋去找出說 原來自己是哪一個家族 然後自己的祖先是怎麼到這個部落來的 我們其實有一個想法是想要做 把那個部落的詮釋權拿回來 那家族遷徙史其實就是把部落的歷史詮釋權拿回來 對 把幾個我知道已經有在做的年輕人召集起來 然後跟學校一起合作 然後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一起去建構出 整個家族譜系的脈絡 還有就是部落的歷史的詮釋 我們會有一個自己的論述這樣子 你們看你們喜歡跟誰一組就跟誰一組 那我是很期待大家可以做這個部落 是 我很高興我們可以成為學術界第一個 學術界以外第一個 以自己為主題來索解自己部落的歷史 我也希望可以或許大家也都可以 每個部落都可以做這個部落 他的阿嬤跟他的阿公 是兄弟 是兄妹或者是弟弟 第一台是招 他不覺得是招牌的招牌嗎 我覺得很幸運 然後就是青年其實有意願去 想要去了解這一塊 所以我們其實召集到 大概四五位的青年 然後他們很熱情的參與 然後就是去詢問說 自己的家族的東西 課程 然後他可能會先問一下 就是大家上次的 就是足夠整理的狀況 上次有除了 有誰調查到自己的 好像滿多人都有帶來 大家都拿到比較片段 但我們就沒拿到全部 也很客氣 今天可能就比較系統性 跟大家講 你要做田野這樣子 會想一些 上次跟你討論會想一些 方法 然後我帶一些書來 把家族史真的變成是一本文史書 在青年的部分 是邀集青年一起來 然後去調查自己家庭的 就是族譜的建立 家族的遷徙的歷史的建構 家族的故事等等 就是關於家族的一些各種事項 都可以把它蒐集起來 這個是魏惠玲在民國大概 就大概四五十年前做的一個 蘭嶼的族譜調查 然後我們現在印出來的 是朗島部落的 這個東西就是等於是現在可能阿公輩 紀錄到現在的阿公輩 然後我們希望現在的青年 再繼續往下把它布上 他們可能會已經有看到說 他的長輩們在哪一個族系裡面 然後第二個是認証 就是他生了三個小孩 然後我阿哥死的爸爸就是吃我用的 阿哥 所以我跟我們跟思佳也有關聯 但可能也不原本 所以那時候我叫他出來說 我不熟悉 所以我想說 原本我們是跟詩文偶詩 會跟他們那邊是有關係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主腿配在 這做的時間應該是 那是 不進去 又是我爸 沒有 他是前三四年就有 199看到100 因為這一張像是我結婚前拿到 哦 那麼久了 我就可以再更新跟增加 然後我覺得可以幫他 有本的名字寫上去 一起做 但是他們的方式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寫 就是他們是一個家族一個家族 就是國中畢業之後就出去台灣嘛 原來有這麼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以前就覺得 我大概知道我们的文化就好了 但是做活动的过程就是想到 就觉得其实这些文化就是很值得被保留下来 因为我们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靠祖先他们的智慧去存活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我们 所以我会想要了解就是他们以前是怎么过生活 那生活里面那个文化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岛上开始在做民族实验教育 即便有些学校不是做民族实验教育 可是其实也会有一些民族教育的成分在他们的课程的发展 或是规划里面 因为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所以很幸运的跟郎岛国小可以合作 然后在去年上个学期就有这样子的本位课程 然后走的活动其实也有很多来自不同学校的老师参与 然后郎岛的青年还有郎岛国小的孩子 题目你们要自己去找 那个点在哪里 一二二二类部落其实最早是从日安家族 到路家族 那所以我会觉得无论你是不是日安家族的人 你都应该知道一二二类是怎么开始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 从日安家族的最早居住的范畴 然后回到上一次 刚好其实不太远的 的那个旧部落的遗址 然后去看之前的人 他们到底在 在什么样的空间生活 哎呀 咯咯 去哪里 走吧 还在那几个了 还在那几个了 这个是什么 相传这段路充满的魔鬼以前的老人 我都在那里 哦 我知道 你也是来玩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在哪里 你们都在哪里 因为一直听到长辈说 在以前住的地方叫吉馬娃娃 在吉馬娃娃還可以挖到那個藍色的琉璃珠 或者是那個土黃的琉璃珠 所以我就以尋找 瑪拉波內藍色琉璃珠為主題 就是走拉安家族 最早居住在伊朗瑞部落的範圍 以及回到吉馬娃娃去踏查說 原來以前的人士的生活空間是什麼 吉馬娃娃部落的人士被土石淹沒 小時候我們要去跟同伴撿田螺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腳小小的腳踩到那個一頭田 它整個一頭田就會軟軟的 然後很恐怖會有 我們怕會有那個流沙 後來我跟媽媽說 為什麼那邊的一頭田軟軟的 然後我的腳踩下去 非常的伸到這裡 然後他說因為那個是 以前吉馬娃娃部落的村莊 吉馬娃娃的人被土石淹沒之後 剩下三戶就是希拉盧拉拉安家族的 沒有被淹沒 那時候他們的家裡就是在這邊 那希拉盧拉拉安家族 他們剛好也是吉馬娃娃這邊 非語記的主記者 所以為什麼非語記的一些文化記憶會被保留 是因為剛好他們就留那三戶 他們覺得這邊不太適合記住了 因為他們村落的人都被淹沒之後 他們就想要遷到 遷到哪裡 文德 遷到希拉拉雷 遷到那邊 然後因為那個區域都還沒有人去 然後那邊也是全部都是零頭樹 這種樹有沒有 我們叫塔娃末 他們就在那個靠近路邊的地方 蓋房子 所以為什麼他們叫希拉盧拉拉安的由來 就是他們就直接住在路邊這樣 有一年他們想要遷回來 然後他們就 希拉盧拉拉安家族就商討說 我們在米巴洛之前我們遷回去 遷到哪裡也是遷到這邊 但是第二遷是在 希拉盧拉安家族第二遷是在 我們看一下那個墊桿 就是一二三第三個那個地方 他們就是遷到那邊 二遷的時候沒有很長的時間又遷回去 大概遷徙的一些過程就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學校有教 就是有上到就是關於就是部落遷移石的部分 那因為我之前在回來的時候 我有去找我舅舅做天調 因為我為了上課 所以我想要去做天調 然後就是我舅舅會大概跟我講 大概會在哪裡 就是他會用閃 他會用說你去地貓灣那邊 你大概從左邊數第二個山第三個山 那邊就是我講的地方 但是其實雖然我聽是這樣聽 但是我沒有那麼精確的那個地點 所以我就是大概有一個想像 那因為我看到這個就是可以走踏 然後可以實際去看的時候 我發現我就是還蠻需要這一塊的啦 這時候就是一隻細細的地圖 然後那時候日本人鳥居龍 上到縱村的時候發現 這裡還有三戶人家 你等下把剛剛我們講的 衰進天竺堂後面 然後跟船戶去 這三角形就是日安家族最早居住的地方 你怎麼知道 我調查來的啊 你怎麼說調查 我很久以前在調查這件事情 哇塞哇塞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圖 我知道怎麼寫 你知道怎麼寫嗎 就是寫那個東西然後這樣 對對對 對啊 但是就是你先把那個什麼 這是你RK的嘛 你先畫你的 然後看怎麼樣把它對上來這邊 或者是你把這個就是把它補齊 嗯 嗯 你怎麼會開始感興趣 因為起碼要知道自己的文化 你不知道你怎麼 就是怎麼 怎麼 怎麼敢 怎麼敢跟外面的人說 你去 你是男語的 對啊 對這樣 嘿嘿嘿 對 走讀活動 它就是把我們所收集到的所有的資料 把它轉化轉譯成 無論是哪一個年齡層都適合的一個狀 的狀態 然後讓大家去參與 從空間直接去理解 就是歷史啊 文化啊 這個還有這個遷徙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會 你會發現到 參 參與的人就會有很多 包括 青年 包括小孩 包括學校 然後社區的參與 文史工作者的參與 其勞的參與 就都在其中 就是它就是一個 打巧者的 這個角色這樣子 對 因為在打雾的社會裡面 其實你要做很多事情 需要一點 需要有機會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什麼 特殊的事情 事件發生的話 沒有這個機會 通常也不會刻意的去講述 所以我覺得是 創造了一個機會 然後讓大家 邀請大家加入 然後讓我們一起 把這件事情完成 觀看 觀眾朋友 謝謝您收看這週 李馬新聞世界 也請您每週五晚間十點 請鎖定我們的節目 平安祝你有個美好的假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